好 疾管署在昨天发布一则病例 新北市有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疑似到某一间清水设施 玩水之后被食脑虫感染 发病一周后死亡 引起大家的关注 其实因为食脑虫的病例非常的罕见 上一期已经是十二年前 大家都有点担心说到泳池会不会有危险 其实医生也说明了 基本上泳池每天消毒流程 只要够确实就不会有食脑虫的安全疑虑 我们也询问了其他泳池业者 先带你听一下刚访问 我们都是20小时过滤不间断 对对对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 每小时都会请救生员 像我自己也是救生员 我们就是每小时做良药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药不足的时候 我们就去补药 那目前的为止的话 我们就是规范在0.3到1.0之间 好 食脑虫呢 千万不能小看 因为他的致死率高达90%以上 催伏期大约1到7天 病程进展非常快速 症状大概会有头痛 发烧 昏迷等等 灾难途径呢 包括温泉 自然水域 比如河边 西边等等 这种寄生虫呢 喜欢温暖的环境 大约46度左右 更高的环境也能短暂存活 民众到这些区域玩水 也要多加留意身体状况 我们下约1年2月10日的人 我们下约1月31日的人 数据 周图 周图